哈囉 我是阿高同學 侯切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那些年我沒碰過的渣男 這些都是我發生在我生活周遭的真實案例 渣的程度 兩顆心 這就是比較小渣的部分 就是我自己個人經驗 發生在是我學生時期的時候 那時候我碰到一個男生 我們就相處一陣子 我們在一起也不久 直到有一天 他就突然跟我說 他要出國念書 可能會念很久 不知道多久 他就是很嚴肅的說 不希望我等他 因為他不知道哪時候會回來 他也不想當我的青春年華 就好像是為我著想一樣 我的個性也不是那種酷酷體脊的女生 我也是非常成熟的說好祝福他 那有緣的話之後再說 他要出國前 大家也跟我說 拜拜 我要走了 那近期之內我不會回來 也希望我好好照顧身體 過一陣子 滑手機滑一滑 欸 怎麼看到他打卡在彰化銀行 這代表他根本就沒有出去啊 而且他也改名字 他的英文名字原本叫這個 嗯 然後我那天滑手機看到他改成 所以啊 人真的不要做壞事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哪一天會被發現 然後被發現的時候就會很好笑 紮的程度 三顆星 發生在我朋友身上 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他男友在當兵 他男友收假的時候 都是在跟他相處在一起 所以我朋友也不會想太多 不宜有他 就這樣過了一陣子 有一天我朋友在滑臉書 他手機突然跳掉了 下一秒的畫面就停在一個女生 雄偉的上尾身上 他男友按讚 點進去看一下那個女生 看著看著他就發現 欸 這個女生拍到的背景 怎麼好像有看過 真的不要挑戰女生的第六感 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他就馬上打開他男友的Facebook 哇 不得了 他就發現他男友也在一模一樣的陽台 拍一模一樣的照片 後來我朋友就開始截圖搜證 展開一系列的追查 一切證就收集好了 他還找到那個女生的聯絡方式 就帶給那女生 質問說為什麼 介入他跟他男朋友之間 殊不知那女生就回他說 他們已經在一起三十年 我朋友的小三 這故事就是很曲折 夜路真的不要走太多 走太多真的會遇到鬼 什麼時候會穿幫 真的不知道 如果以後小三輩抓到 第一個說實就說 就跟你男朋友已經在一起 你才是女朋友 你說以後的小三就 對他的證公就說 我們已經在一起五年了 你才是小三 互說對方是小三 反正我朋友就是非常的傻眼 對於這件事情 他就驚覺自己怎麼會是小三 這件事對他打擊非常大 就是他有把事情的原委 告訴那個證公 後來那女生 還是選擇支持他男朋友 後來我朋友就該講的都跟你講 那你要繼續跟這個男生在一起 那你就繼續在一起 而且那女生還說 其實我已經抓過三四次了 也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愛 那女朋友跟那個男生對比是嗎 男生一開始不承認 就是把照片啊 然後什麼 我其實已經跟你女朋友通過電話 他才承認 對他有女朋友 但是呢 有但是喔 但是可能我們感情不好 很常吵架 我想分手 事實上就是那男生就還是想要跟 正牌女朋友在一起 他可能也是真心喜歡我朋友 但他總要選一個 最後選的就是會是正牌的 不會是小三 再來 這個家的程度是 四顆星 這個男生趁他女朋友出國的時候 去一些深色場所玩 這沒關係 有講好就算了 他就是瞞著他偷偷去 他要去之前 他在跟一群朋友打麻將 他朋友還約語他說 等一下要去嗨喔 女友不在就這樣子 然後他還說 噓噓 他就發現他女友的閨蜜在旁邊 然後他還說 欸幫他保密這樣 然後反而他就去了 還遇到他的前女友 然後他自己也點了幾個妹子 然後他就跟前女友玩得很開心 殊不知呢 其中一個妹子 認識他的女朋友 跟他女朋友說 我好像看到你男朋友 後來他回來之後 他跑去問他男朋友說 那一天你是不是有去 他男朋友還說 沒有啊 然後他就問一次說 是不是有去 你老實跟我說 然後那男生就說 你煩不煩啊 我就沒有去啊 要問幾次 哇 超級理直氣象 死不承認喔 他的女朋友就跑去 找男友的兄弟 然後哭哭啼啼 用苦肉擠 然後我都已經知道 你們那天去哪了 然後他兄弟就是比較單純一點 你知道我什麼 你知道我什麼 他就說 我知道你們那天有去 不要再騙我了 邊哭邊講 然後他兄弟就是 圈盤拖出 最後就是因為有證據 所以男生才承認 所以我覺得 要去哪裡玩 無所謂 重點就是 你要先跟另外一班寶貝 是他的程度 五顆星 韓國的一名YouTuber 是一名藥師 就跟粉絲 維持了一段性的關係 這個女生就跑到醫院 發現自己染上了性病 就跑去質問這個男生 男生才跟他說 哦 我以為這只是一個 非常小的疾病啊 所以我就也沒告訴你 就是很傻眼啊 這是一個很小的疾病嗎 騙人家感情就算了 你來傷惹人家的身體健康 讓我想到 我有一個朋友 他跟一個男生也是 就是暧昧一陣子 這個男生也是突然消失不見 我朋友就覺得算了 反正也沒在一起 突然有一天 這個男生就又出現 踢頭第一句就問我朋友說 你有沒有艾滋病 不過我朋友就是有點緊張 但是後來就發現 其實他們也沒有幹嘛 只是單純約會而已 所以他就覺得說 這個男生是 到底是多亂 亂到 不到問了幾個女生 這種奇怪的問題 這件事情就是 真實發生在現實生活中 不要覺得離你很遙遠 今天侯倩的社會觀察日記 就到這邊囉 你有曾經遇到過渣男嗎 他對你做出什麼樣的行為呢 沒有遇到的話 那恭喜你 希望你這一輩子都不要遇到 有遇到的話 也不要傷心 把它當作是人生的一部分經歷 感情 被傷這件事小 不要傷心又傷身 因為如果今天對方愛你的話 他其實是不想要 讓你受到任何一點傷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分享 訂閱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